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是据赖月中讲 赖月中是你的御用摄影师 也是你的 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狗的 赖月中像照得很好 赖月中说 大概骂我的人有30%的样子 骂你的人30% 朋友的人有寒赞的 有70% 有70% 我听说你问了这个事 有个小丢脸的 因为你不会猎译 你本来想知道网友的意见 结果跟太太吵了一架 因为你拜托你太太帮你猎译 你太太说 印出来有一百多张 告诉你自己在电脑上慢慢看 还不止 所以因为印不出来 所以我就不晓得外面的反应 所以我也就算了 就是变成一个人在讲话 不考虑外面的 所以你开了微博 人家开微博的目的是要跟大家沟通 你开了微博到最后 你还是山顶动人 自言自语这样 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不过你知道 其实批评你最多的是同性恋的议题 对不对 据我的儿子李堪 你的干儿子 他的判断 他说大概有90%批评我的人 都是因为我对同性恋的看法 使他们不快乐 所以骂你的几乎都是大陆的 同性恋的宅男 因为同性恋的人 其实他们很优秀 很多天才 我也讲 因为他们违反了上帝的意志 所以他们是革命家 我也很佩服他们 可是还是在言语之间 引起他们的不快乐 自笑人家 我觉得很遗憾 得到这个族群 不管是男男或者女女 你现在是怎么样 在我们的节目要向同性恋效忠吗 没有 我告诉你们 他告诉他们 我可能也是同性恋 对 因为你自从社会线开刀 吃了一种药 不是 因为我看了一本电影 叫做《魂断威尼斯》 那里面那个小男孩子 是瑞典人 15岁 太漂亮了 你看了他以后 就会形象改变 那是指一个老年人 他的人生走到了黄昏 快要平临死亡时刻 可是那个人是 他是迪宝卡眼的 那个是老年人是作曲家 我不是作曲家 我是很理性的一个思想家 你这个其实 以前台湾有一个画家 叫做习德晋 他也有相同的情况 他的话到老的时候 他的画画得最好最好的 就是画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画得最好 所以如果你看那个 长得像15岁 那么漂亮小男孩 你也可能变成同性恋 这次在网站 特别宣布 曾国藩可能是同性恋 因为他的拳集里面 有首诗 叫做一别李生 一个小男生叫李生 生活的生 李生金四载 我有深情愿如海 所以我发现 怎么对个男生 曾国藩这么样的 一往情深 我奇怪 可是在清朝啊 如果那个年代里头 他们在 尤其是在江南那一带 他们是男女都喜欢的 像圆梅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 他开一个庭院里头的 这个园林的party 他们计算 他有80个男计 然后他也不是不喜欢女人 像曾国藩也常去调戏 别人的妻子 妾 对不对 所以那个年代 中国是比较开放的 现在的中国 那时候对看法不太一样 那汉武帝啊 汉武帝养了一对夫妻 叫董贤 贤 贤成的贤 董贤夫妇 夫妇的跟着汉武帝 那表示说 他又喜欢男生 又喜欢女生 武则天呢 并且到了台湾的大画家 普新渝 普新渝 家里面养了一对夫妻啊 他的普新渝太太 另外有丈夫 可是他把他们夫妻两个人 都养在自己家里 这是梁石秋生前 亲自告诉我的秘密 所以他们那一代的人很奇怪 可是有一个现象 你看齐如山的回忆录 齐如山就是捧红 梅兰芳的人 可是他们虽然认识梅兰芳 平常没有私交 为什么没有私交呢 就避免人讲鲜话 避免人们说他们两个之间 有特殊的 因为老一代的那个 唱戏的人啊 尤其男生啊 常常无法避免有这种现象 可是那种达官贵人 他们未必同行恋 他们只是喜欢 漂亮的小男生 没有那么多的 只是性的关系 而没有情的关系 这个比例很高 所以像曾国藩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只是他写了情诗 被我发现了而已 但是你现在写了任何 15岁男孩的情诗吗 你写过虚拟的时期 现在准备写深情的15岁吗 我现在像大陆的 像内地的 那种反对我的 同学院的朋友们 告诉你 我可能是同性恋者 如果我碰到了瑞典的 这个15岁的 这个漂亮的小男生的时候 我这一次在网站里面 昨天还公布了这个小男生的照片 混沌 维尼斯 他们很多人不知道了 那是 那是威斯康提的电影 对不对 大导演 威斯康提的电影 可是这个故事 像你亲人怎么会知道 是托马斯曼写的 他本来是个老故事 对 可是因为德国文学比较慵懒 文字不好嘛 跟日文一样 可是托马斯曼写的这个小故事 是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不过后来是意大利的导演 是是 他后来就为了追着小男孩子 他也不能追就跟他跑 他去哪里 他去哪里 后来得到活乱 他在海边看着小男孩子就死掉了 这个电影是我20岁青春年华时候看的 所以各位观众 如果你想要看的话 那你说了我半天 那你是不是lesbian 你不是 你是不是 我是不是 我觉得我喜欢狗 胜过于男人 你是人兽恋 女人 对对 人兽恋 你给我狗 男人 女人选择 我一定选择狗这样 number one 而且狗不分男女 也跟你一样 不分男女 什么跟狗一样 你什么意思 我跟你一样 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我还不分生死 不分守从 所以现在我现在 有点这个 就谈完话 叫抓狂 疯掉了 抓狂了 就是这 你上礼拜已经宣布你发疯了 这个礼拜宣布你抓狂了 因为我觉得我被打压 被打压我就火了 就好像那个 天王夜谈里面 那个魔鬼瓶子里面一样 一开始救我 我给你好处 可是我经过500年 你们还不来救我 谁救我 我就干谁 就变成那个疯狂的魔鬼 上个礼拜 因为你讲60岁的女人 你特别点名张来 但是其实 我们讲的话 这是小S讲的话 就是说60岁的女人 你说满脸横肉了 我不是跟你讲说 这个满脸横肉的女人 有一天成为你的女儿 你怎么办 因为你的女儿好吃巧克力 也会发胖 60岁也可能成为满脸横肉 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赞美我的长寿 我比我女儿大了60岁 她在60岁的时候 我就120岁 超过宋美龄14岁 这是有可能的 现在基因发达 那我高兴死了 那你怎么办 当你女儿满脸横肉的时候 你怎么办 那我就把我的头 扭转了90度 横着看她 就变成满脸直肉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要告诉张来 你不要生气 你只要横着看自己 那就变成直肉了 或者横着给人看到 也可以 横着给人看 所以我应该这样主持节目 李大人 我现在应该横着 你不用这样 你这样也可以 向左也可以 不一定向右 向左也可以 我现在不是这样 我离你的满脸横肉 现在有段距离了 我已经减胖成功了 我很恭喜你 刘长乐老板 带头 使你们各位胖婆 都减胖成功 你最成功 我觉得你最好 可是你一开始是诅咒的 可见你有错误的时刻 我有错误的时刻 我评估你本来没有耐心 没有恒心 现在果然成功了 果然成功 我很恭喜你 我承认我的错误 公开跟我盗窃 在你的一团肥肉之前 我承认我错了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回来告诉各位 李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 民国史的书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文笔 可是这本书被忽略了 事实上我认为 这本书一点都不输给 他当时一度被提名 要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 北京法源寺 他写的是民国史 写的黄花岗七十二列世 而且告诉我们很多史实的故事 文字既美之外 告诉你说 其实他原来的名字叫做红花岗 我们先进广告 回来请教李大哥 在我手中呢 是李奥李大哥最近出的 因为辛亥百年 他写了第七十三列世 这本书籍呢 他还是回到他山里动人的做法 就是自问自答 但是写的呢 就七十三列世里头有人是虚拟的人物 我们先来谈 其实民国史现在在大陆 已经被开放研究了 有一次我访问南京大学 白信用推荐的南京大学呢 研究民国史的专家 张献文教授 我就问他说 民国史在你们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他就是朝代之一 以前是不可以研究的 现在算了 就把它当成一个朝代 好像明朝 清朝 五胡乱华 三国不管他 反正就是一个朝代来研究啊 那我请请教李大哥 就是民国史在大陆 现在啊 还变成一个 尤其在南京 特别红的一段历史 那我们先从呢 你的黄花岗烈史开始谈起 现在在广州啊 还有一个叫做 以前叫做红色旅游路线 就看那个当时毛泽东他们呢 这个长征的路线 叫红色旅游路线 现在呢 有一个路线叫做 民国辛亥路线 就是旅游路线啊 但是你要告诉我们黄花岗 七十二烈史的故事 我看到你这个书 一开始写得非常动人 黄花岗本来不叫黄花岗 叫做红花岗 而且呢 当时有很多人是被斩首的 尸体也没缝起来的 那那个时候是曝尸的 就是清朝时代 把你的尸体曝露在 这个大地之上 也算是一种惩罚方法 没有错 可是黄花岗那一次 当时有的人 我们现在不了解真相 我了解了 就当时有人并没有死 所以不是七十二 有的人回家以后才死 所以这个七十二烈士呢 只是概括的说法 详细地追究起来 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 而且尸首 当时是被一位姓潘的先生 把他埋起来了 所以也没有人把他再挖出来 所以也不知道 埋了多少人 可以这样说吗 当时是一笔烂账 不过不重要了 因为使我们整个的刻板印象 就是有七十二位烈士死在那里 死在那个地方 那你在写这个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头 那里头其实那七十二烈士 会包括邱锦他们吗 因为邱锦跟徐行李是另外一个 他们已经死掉了 他们在三年前已经死了 并且七十二烈士 邱锦是浙江人 可是七十二烈士里面很有趣 没有一个浙江人 这样才构成了我的一个开玩笑 就是说最后中华民国被浙江人统治了 蒋介石 他们偷走了七十二烈士所缔造的中华民国 可是有没有守住到了1949年亡国了 所以在内地的就是大陆的历史家 都承认中华民国有这个朝代 只享受了三十八年 只享受三十八年 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呢 蒋介石就制造了假历史 不但不承认 秀命只有三十八年 马云九他们今天还说 所谓的建国百年 换句话说呢 对一个亡调六十二年的国家 还要说他没亡 今年是建国百年 所以呢 我这个书才把它拆穿 所以我在说 看到没有 烈士永生 民国已死 建国百年 一派胡言 所以我这个书的目的是拆穿 台湾蒋介石所带头的假历史 和马云九今天他们所制造的假历史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书里头啊 有比你自己所说的这个目的啊 更高的一些思想层次啊 举例子来说 像你写到一九一年的广州 这个文字非常好 文例啊 一九一年的广州 一九一年的红花岗 七十二句死诗 枪杀的 砍头的 发臭的 腐烂的 在潘达维的奔走下 鸠躬埋在一起 死者是起义失败的革命党 邦扑施 尚是一种惩罚的时代 收尸是需要勇气的 你看你的文字多好 尤其经过你两次以后更好 不知什么时候 黄花岗不见了 大家口耳相传 改叫那个地方叫黄花岗 因为红花的颜色太迅烂了 那这个黄花岗呢 变成了一个专名 它是一个死尸的公墓 公墓是平的 后来就 你就说它越来越隆起了 那在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点出了一个事 是我们所有不知道的历史史实 第一个 我们现在都认为黄花岗